眼前的神父是个伪君子 假借祈祷的名义 守在小美腿上 上下洗手 可小美并未坐身 因为在别人眼里 这只是一种祈祷方式 仍不得你矫情 但只有小美知道 自己受到了侵犯 故事要从几天前说起 小美的父亲 在这一家人搬到城里居住 来到和设防中介约定的新住址时 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 一通电话后 这才得知 无量中介拿了他买房的钱去赌博了 那可是父亲所有的积蓄 钱财被骗空 就连住的地方都成了问题 父亲顿时陷入了焦虑 第二天一早 父亲就到处找工作 一简然没之急 结果屡屡碰壁 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无奈选择了一个工资很低 但提供住宿的工作 还向老板提出 想带一家人来住 心地善良的老板爽快答应了 当一家人看到这个用集装箱改造 一无所有的新家时 多少有几分失落 但小美却乐观的说 这样站在后面的父亲 心里十分惭愧 尽管条件十分解漏 但总算是有了安身之所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并无抱怨 但这一幕 被站在远处的神父看在眼里 前面一笑 不难看出来 他在计划着什么 这个神父是什么来头 医院治不好的癌症病人 他何以治 直接他手放在病人腹部 口中默念咒语 然后手伸进腹部 划出一块肉眼可见的癌细胞 台下信徒掌声雷动 纷纷跪拜 以为找到了自己的救赎 而这些信徒每天喝的茶里 都会被滴入一滴圣水 这其实就是神父控制信徒 成为他傀儡的手段 这天正在干活的父亲 被老板告知 他被神父选中了 还说要带他们一家人 去教会做祈祷 虽然听得一头雾水 但对于老板的话 还是言听计从 接着他便带上全家 如希赋约来到教堂 一见面 当莫安然的神父 就冲着小美说了句高端骚话 然后说了一堆虚无缥缈的话 小美半信半疑 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 神父答应要帮他们重新找房子 接着令人泽舌的一幕便发生了 这个所谓的神父 接着祈祷的幌子 趁着众人闭眼期间 竟在小美大腿上揣摩游走